6月11日,美国海军时报披露。 驻日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,发生过一起严重的飞行事故,一架战斗机训练期间撞上一架空中加油机,导致6人死亡。 如今时隔半年,遇难一孩终于被打捞出海。 事故责任单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员于周一宣布,发生在去年12月的这起空中碰撞事故6名遇难的海军陆战队员遗骸已经被找到。 5月27日至6月7日期间,在日本海岸进行的打捞行动中,陆续找到了这些遗骸。 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海军陆战队员的遗体被找到。 而这些已捞上来的遗骸,将被送往特拉华州的多佛空军基地进行鉴定。 2018年12月6日,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Iwakuni空军基地第152海军空中加油站运输中对组织空中加油训练。 一架FA-18D大黄蜂战斗机,撞上了KC-130J空中加油机。 事故导致加油机上的5名海军陆战队员和FA-18D大黄蜂的一名飞行员死亡。 事故发生后,美国、日本和澳大利亚军队进行了800多个小时的空中和海上搜索行动。 覆盖了超过35000平方英里的海洋。 找到大黄蜂战机,一名死亡飞行员。 但是没有找到C-130加油机残骸。 也无法找到失踪的五宁海军陆战队员。 第三海军陆战队远征军埃里克史密斯将军无奈宣布结束搜救行动。 并宣布失踪的五名海军陆战队人员死亡。 据美国海军时报披露。 在过去的几年,飞行事故急剧增加。 2018财政年度美军共有39名军人,在各类飞行事故中放生。 创下近六年来的最高记录。